豆豆影视派,天天都精彩,大家好我是豆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由日本的真实事件改编的感人电影《钟犬》发工 话说有一天男主帕克教授像往常一样,从火车站下车回家 结果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咦,竟然有只被遗弃的小狗,还挺可爱 就像把他抱回家去养,但是不行啊,家里老婆不让养狗 只能让车站的管理人员让他帮忙照顾,等主人来临 但是管理人只能帮他看几个小时,下班后没人来领就只能让他自生自灭了 帕克不忍心了,要是没人领,那小狗子不是要凉了,顿时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带回家藏起来再找人领养吧,结果我们的小狗狗也是不老实 在帕克要跟老婆要做爱做的事的时候,竟然出来捣乱 帕克老婆好事被搅和,那心情能好,悲剧的小狗子被发配到了院子里的狗窝 帕克还被老婆要求尽快找人领养他 接下来几天里帕克带着小狗狗这里走走,那里走走 总之就是一句话,要狗吗,像极了我们都碰到过的兄弟 苹果手机,亲的,要吗,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大家都不想养狗,好不容易有一家店铺女老板准备收养了 女老板家的主子却做出了一下动作表明决心 没办法,帕克只能继续编贴小广告 编门认识的人想不想收养小狗狗 帕克也从狗狗脖子上挂的项圈的八字,给他取了个名字 八公,那我们就叫他小八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八就在帕克的家里暂时住了起来 而小八的聪明懂事也让帕克的女儿喜欢得不得了 跟帕克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这天,帕克的妻子接到个电话 对方表示想要领养小八 帕克妻子提出记下对方的电话号码,并去找笔 却看到了窗户外面的帕克在和小八愉快玩爽 帕克为了训练小八,竟然装成狗狗的样子给小八做示范 教他用嘴叼住球 这一幕深深地打动了妻子 还有什么比让丈夫开心更重要呢 小八也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过了很久,小八长大了 帕克要去上班 没想到小八却跟在身后偷偷未遂 还好帕克在火车上及时看到小八 下来就要把他领回家 而小八则表示不愿意,要跟着帕克 这让帕克很头疼,只好亲自带路 请这位大爷回去 突然有一天,帕克照常一样坐火车下班回家 却在车站门口看到了等他下班的小八 感动得不得了,愉快地带他回家了 此后,每次帕克下班回家 小八都在车站的门口等着他下班 上班的时候小八也会去送帕克 周围的人也对这个会接主人上班下班的狗狗很喜欢 每次够跟小八打招呼,为他吃东西 这天,帕克像往常一样要带小八去上班 可是小八却表现得很异常 连帕克去上班也不跟着去了 果然,这天帕克还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生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知道的小八还是像往常一样去等帕克下班 到了帕克下班的时间 人们一个个地从车站门口涌了出来 小八一直盯着门口 却没能等来他的主人帕克 小八一直等,一直等 到了晚上,帕克的女婿现身带走了他 帕克的离世让全家人都陷入了悲痛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就在大家为帕克举行葬礼的时候 小八却出现在了车站门口 继续等他的主人下班 到了晚上,天下起了大雪 车站已经空无一人 有的只是一条在大雪中等待主人回来的小八 一回,车站管理员走了过来 让他不要等下去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说完,走吧 第二天,由于帕克的去世 帕克妻子决定搬嫁离开这个伤心地 小八也被带到了女儿家里抚养 小八在帕克女婿家待到了傍晚 终于在帕克即将下班的时间段跑出了家门 方向就是火车站 他又要去等主人下班了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也被这条忠诚的狗狗感动得不行 旁边的热狗摊主还喂他东西吃 这时帕克的女儿和女婿开车来接他回家 并向周围的人表示感谢 被带回家的小八每到傍晚帕克快要下班的时候 总会往车站的方向看 帕克女儿被小八深深地感动到了 把他放了出去 任由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车站从此就成了小八的家 小八的事也被媒体报道了起来 大家纷纷向他捐款 春去秋来 小八就这样 等了一年又一年 十年过去了 一天 帕克的妻子重新回到这里 从车站走了出来 看到小八走了过去 抱着他哭了起来 几年后 一个天空飘着雪的夜晚 小八闭着眼睛 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全八宫这部感人的电影呢 由发生在日本的真人真事改编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完整的影片 今天的故事豆豆就讲到这里了 你的关注和评论就是豆豆最大的动力 喜欢豆豆的点个关注有事 谢谢观看 咱们个字眼前 不期待